如何在Windows 11中设定虚拟桌面 在Windows 11中,虚拟桌面是单独的桌面 可以建立用于组织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式 若要建立新的虚拟桌面 请将游标停留在工作列中的工作检视图示上 然后选取新桌面 随即开启一个新的空白桌面 将游标停留在工作检视图示上 可显示所有活动的虚拟桌面 第一个活动桌面现在列为桌面一 而新桌面则列为桌面二 若要在桌面之间快速导览 请按键盘上的Windows键 控制键和左右箭头来回翻转 若要重新命名虚拟桌面 请以滑鼠右键按一下工作检视功能表中的缩图 然后选取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桌面有助于标记每个桌面的用途 若要变更虚拟桌面的背景 请以滑鼠右键按一下缩图 并选取选择背景 这将带您进入个人化设定功能表 您可以在此选取新的背景影像和效果 在我们的HP支援YouTube频道上找到更多有效视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